大家好,欢迎继续来到MED学院,我是你们的老师Steven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学习关于斯芬克斯搜索引擎的后续的一些课程 那在讲这节课之前呢,我先跟大家来复习一下我们在上节课所讲的一些内容 咱们在上节课呢,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COSIC 这个基于斯芬克斯的中文搜索引擎COSIC的一个安装和一个测试 从头到尾跟大家演示了一遍 希望同学们在课后呢,能够认认真真地去做一个练习 那这节课呢,主要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怎样使用这个PHP连接斯芬克斯的 我们来进行一个搜索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 我们首先呢,如果是说使用这个PHP连接斯芬克斯 那斯芬克斯总得要提供一个服务,让我们去连接 所以呢,我们首先需要开启斯芬克斯的这么一个服务 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斯芬克斯的一个模块 我们用这个PHP来进行一个连接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斯芬克斯集成到PHP的两种方式 我们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方式就是非常普遍的 我们编译斯芬克斯的一个模块 编译斯芬克斯的一个模块 这个和我们之前讲的 我们编译这个memor cache的模块 然后用这个PHP连接memor cache的时候 你需要编译一个memor cache的模块 然后才能在这个PHP程序里边写程序 我们来连接memor cache 这个和斯芬克斯都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从时间来看 首先我们需要启动斯芬克斯的服务进程 这个是一个大的前提 然后使用这个searchd来进行启动 默认的端口就是9312端口 启动进程的命令searchd -c指定配置文件 刚刚stop是停止服务 刚刚pid file用来显示的指定一个pid文件 -p呢是指定一个端口 咱这块就不指定端口了 就是用它的默认的这个9312端口 好 那还是同样啊 咱们在讲课之前呢 我们需要启动这个SnowOS SnowOS 这是SnowOS的一个虚拟机 我用的版本是5.5的 然后用searchd来进行一个连接 这个至于怎么样的连接的方式 就在这对述了 我们来看一下当前的目录 好 这当前的目录就是在 usr-local-costic目录下面 我们来看有一个bin 我们来看bin目录 bin目录 好 bin目录下面有这么几个 按进行制的一个执行文件 然后它有一个searchd 然后我们直接启动searchd 启动searchd 好 我们来看啊 using configure file 是usr-local-costic-etc下的csft csft的config 这个文件呢 配置文件呢 是咱们上一次上节课 进行配置的一个更改配置的一个文件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 listing on our interfaces pods等于932 pods档口等于932档口 我们来再来看一下 creep一个 看一看 他开没看 net steps 我们来看 932档口 searchd 我们应该说 searchd 好 有了这个searchd端口 9312端口也已经起来了 这说明斯芬克斯的这个服务端 已经在9312端口进行监听 好 我们在启动的时候 可以根据这些命令来进行一个配置 然后呢 因为我们第一个是需要编译这个 斯芬克斯的一个模块 所以呢我们需要下载一个 他的一个扩展包 斯芬克斯的一个扩展包 用来连接pvp 是在这个pcl.php.nites上 大家来看一下 pcl.php.nites 我们搜斯芬克斯 然后他就会出现这些版本 不同的一些版本 你可以进行下载 好 那这块呢 我们用这个1.1.0 来下载一下 这个包应该很小 很小 然后我们解压这个包 pcl.php.i.tgz 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进入这个目录以后 进入这个目录以后呢 我们再用php.bin php.in 来打一个复合 现在版本的一个模块 然后它就有了这个config文件 有了config文件以后呢 我们再来进行一个安装 最终re 刚刚config 有一个--with---php-config 等于一个usr-local下的 p.bin下面的有一个php-config 然后-with---config 等于usr-local下的 好 我们来进行config 进行编译 先找到libs-vngs-client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是在config下面 有一个s-s-fg 我们到usr-local下面 我们去找一下 costic下面我们来看 我们去找一下 我们去找一个s-vngs-client 然后再找一个s-vngs-client 然后快一些 我们来看 它是在root Cosic Cosic API 下面 有一个lib SvnxClient 然后我们进到这个lib SvnxClient的里边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 Cosic 这块不用加任何参数 这是他的一个 SvnxClient的一个库 这个编辑非常的快 然后我们再进到 SvnxClient的这个 这个模块的包里边 再来进行一个 我们把之前的这个命令给调出来 好 来进行一个config usr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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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点9点9 然后我们来找一下 里面图的西方可思 好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那我这块就 修啊 Cosic Cosic 因为我们刚刚进的是Cosic的目录来进行编辑 就像是不行 好 那我们就再试一下 这个 利波 斯克兰子 好 进到这个API下面 然后利波 好 我们现在进到的是四分色自零点这个目录下面 然后进行一个config 一个项目 好 我们make一下 然后make进到一下 好 我们再来走到这个 然后再把之前的那个调出来 把它射击一下 好 好 那刚刚我跟大家找了一下那个问题 那个问题的所在呢 是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 四分克斯Client 在哪块 应该是Cosic下面的这个 你需要进到这里边 然后在这里边 然后进行一个config 在这里边进行一个config 在这进行config 然后make make出了音笔道 然后进行编译 编译完成了以后呢 编译完成了以后呢 我们再进到这个root 目录下 然后这个四分克斯 这里边 然后再进行config 我们来看一下config 然后我们再运行这个命令 刚刚我们运行这个命令的时候 他刚刚报道 就是提示找不到离谱 四分克斯Client 这个投信息 那现在刚刚我们已经给他 进行了一个安装 这样的话已经成功 成功了以后呢 我们make一下 他就软件安装了这几步 然后make install make install 完成了以后呢 他会给一个四分克斯的一个so模块 好 就在这个模块下面 就在这个目录下面 来看一下这个目录里边 有一个四分克斯.so 四分克斯.so 好那现在的情况是万事俱备 以及是欠东风 那个东风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 因为我们 需要使用这个php连接 这个四分克斯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 apache 或者你使用那个 endrix的话 你需要把这个 endrix给启动起来 当然了 这个mysuckle 3306 这个需要 也需要开启 因为我们这个数据源 它存在这里边嘛 所以这个也不能让它关闭 那好 那明确了以后呢 我们来启动一下这个 apache 如果没有 谁有同学没有装这个 lamp环境 或者lnmp环境的时候 画的 那同学们呢 可以去看我之前 给大家录的一个 波及扩展相关方面的一些东西 那里边有那个 这个环境的一个搭建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 我们走到这个 http2 这个是编译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这个配置文件 htdocs下面有一个 http2 不是 是 这个目录下面有一个 httpd 然后让它监听80端口 80端口这个编络 然后这个document root 是usrlocal http2 httdocs目录下面 httdocs目录下面 好 这个已经配好了 allow from all 好 然后呢 现在 现在没有启动这个 没有启动 刚刚给大家看了 没有启动这个 httpd这个服务 然后我们现在启动一下 bin 使用bin下面有一个 apach pp apach cdl cdl 我们来看一下 cdl apach cdl 应该没有cdl 然后我们直接 sgp 来开启它的 然后 开启它的这个80端口 我们来 现在来看 好 它现在已经 有这个进程了 有这个进程数了 然后我们来看 它的这个端口 来看 是不是有这个80端口了 有这个端了 80端口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它 httdocs目录下面都有什么 ls一下 httdocs下面有一个 index.php 还有一个index.html 好 我们来搜索一下 这个http 第一点 是apach 的一个 呃 配置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否支持 这个 呃 php index.php 那我手动的搜一下 就是pd 这个 是pd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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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直接访问一下吧 192.168.40.128 192.168.40.128 好 那说明这个 他现在已经支持了这个PSP的一个访问 5.3.8 5.3.8 已经可以访问了 已经可以访问了 我们来看他是不是有斯文克斯模块 没有吧 好 没有 那等会我们把这个斯文克斯 把它打到这个 它的这个配置文件里边 然后再刷新再看一下 它就会有了 那这个模块是放到哪呢 我们来找这个PSP PSP.ni 那在找这个PSP的这个配置文件的时候 我们首先来看 他这个PSP.ni 加载的是哪个 他加载的是 USR LOCAL PSP下的 利波的 利波下的 PSP.ni 同学们呢 不要把这个弄滚了 有好多同学都是 加载了这个 更改的这个 ETC下的 PSP.ni 这显然是不对的 你就算是更改了 它也不会给你生效 好 那我们到这个USR LOCAL PSP下面的 利波下面的 PSP.ni PSP.ni 这个 然后我们搜 这个extension 搜一下 extension 好 应该是到这 应该是到这 在这加一行 加一行什么呢 exten 先保存付出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那个 SVSO4.SO 模块是在哪 在这个目录下面 对吧 这个目录下面 然后我们在 再编辑一下 这个INI这个文件 INI文件 好 到这 好 那这样的话 就已经给它进行了一个加载 加载完成了以后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使用的是阿瓦奇 进行来访问 来进行访问 所以呢 我们需要给它重新启动一下 start一下 然后我们 再来刷信一下 再来查找一下 有没有斯文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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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来看 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斯文克斯 斯文克斯support 那你 inable inable就支持 它版本 然后它的这个revision 有了这块的这个说明以后呢 说明这个php已经能够连接这个斯文克斯 做一些东西 做一些测试了 测试了 我们在这里边来写一下 来写一下对这个斯文克斯 连接的一个操作 来回到这上面 回到这上面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 来对这个编译斯文克斯的一个模块 对了 还有这个在咱们进行这个斯文克斯 php连接斯文克斯之前呢 再来说第二个 就是用这个斯文克斯 api的类文件 如果有印象的同学呢 我在上一节课的时候呢 咱们在看那个testpack 那个编辑这个corset的时候 有个testpack testpack里边它有一个api 它有斯文克斯api.php 和斯文克斯api.py 有对php的支持 以及和python的支持 当然了 还有这个java 还有那个Ruby 都有 两个都有 那这个斯文克斯api的这个类文件呢 这个使用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可以直接将这个斯文克斯的api的这个类文件啊 包含到我们这个程序的文件中 然后直接你又生成一个对象 所以我就可以使用类文件中的这个函数 我们来进行查询搜索 进行一个测试 好 我带着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等会儿再给大家写 嗯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节课啊 上节课在这个应该是cosic 这里边有一个testpack testpack 然后这里边有个api 我们来看 先来看 是不是有一个斯文克斯api.php 以及斯文克斯api.py 它下面有个test2.php 好 我们同学们可以把这个test2的平均 然后然后再在下面做一些操作 来来看 wcli的newsyncos class 然后再在下面做一些操作 是不是 它就它这个这样的话就不用像我们第一步一样 第一步那么麻烦 这块还得编译一个斯文克斯的模块 它会出这步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这个第二步呢就比较简单 比较暴力 比较直接 就include一个斯文克斯的一个api的一个leno件件 然后就ok 再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斯文克斯 是不是 它定义了都是定义了一些常量 然后在这里边写了一个类文件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下去做一个研究 1626 做一个研究 好 那这块呢 我就带领大家来写一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简单的一个 连接 这个连接方式啊 这个连接方式不强求同学们 如果你喜欢用这个引入类文件 那就自己引入类文件 去写 如果呢自己就是比较喜欢打一个模块 用一个包 打一个模块进来 然后直接拗 我们也可以这样 也可以那样 两种方式供大家来选择 好那这个讲完了这个斯文克斯 提升到PHP的方式 PHP连接到斯文克斯的两种方式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 怎样写一些具体的程序 我用PHP连接斯文克斯的方式 好在这边 跟大家写了这么几行 简单的这么几行 来带领大家来写一遍 然后我们来看斯文克斯等于这一步呢 就是new一个client 不管你是 不管你是打的模块 还是说引着包 引着包的话 第一步这块就要requare一下 requare一下 把这个包引进来 然后呢 我们才能 new一个斯文克斯client 然后呢 在这一分克斯 我们是不是要指定一下 我们连接的哪台服器啊 是不是 哪台服器 那我们就localhouse 好吧 然后9312端口 连接这个端口 然后我们再来 setmatch setmatch mode 那这个呢 就是四分克斯的一个 四分克斯的一个模式 还有两种模式 一个sph-match 还有一个sph-match enim 那这块呢 我们用enim 那out呢 是全部的 全部所有都匹配 enim 只要是有任意一个关键字 我们都就会把这个整句 这个对它进行一个匹配 好 然后这个基本的设置完成以后呢 我们直接用这个对象 调用这个query这个方法 然后query这个方法 这第一个呢 是我们要在这里边搜索的一个关键词 关键词 然后呢 这个星 这个星代表所有的 代表的是所有的 但是我们这个配置文件里边 只有一个主数据所 主数据员 主数据所 也都是match 所以呢 这块写星和写match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给它进行一个打印 来看一下 我们用wildump了 来看一下它 最终的一个东西 Test PHP 我们在这直接访问 好 我们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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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 Arrow Warning Status Status等于0 Sales Array Array 然后它反位的值有一个Title 有一个Content Matches Attries 这是它的一个属性 Matches 是匹配到的一个东西 匹配到的一个东西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 Total等于2 TotalFund等于2 然后Time等于0.008秒 然后Words 我们来下面来看这个 Words Array LinuxArray Dock等于3 等于2 就是两篇文档里边 有它 然后Hace等于3 Hace等于3 Hace等于3表示什么 Hace等于3就是说 它的一个词品 它这个和我们在这个 色尺 使用这个色尺命令 色尺命令 看有什么不同啊 是不是也是两篇文档 然后3 词评是3 词评是3 只不过是它这块 已经把这个ID是多少 Title等于多少 列出来 ID名3 Title等于多少 都已经列出来了 这块可能给的信息啊 比较少 但这块已经有 也有 Title的Content 也有 字段也有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 当然了我们 也可以在这搜索其他的 搜索其他的一些 搜索其他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麦子学院啊什么的 都可以进行搜索 我这边只是跟大家做了一个演示 做了一个演示 然后再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斯芬克斯 比如说我搜索斯芬克斯 这有它的一个 一个官方的一个文档 官方的一个文档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继续 有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一个需求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儿 来查一些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个函数 比如ADDquary啊 我们再来看 这是这都是斯芬克斯 这个Client 这个Code端 这个类 Code端类 下面的一些方法 就ADDquary啊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KWords Close 这是最后的 Quary 这是执行搜索查询 这个用的最多 执行搜索查询 下面呢 也会有给大家有一些例子 有一个例子 然后这里边 这个 大家来看到有没有 Match Total TotalFound Words Error Warning 这是它的一些键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就是它返回来的一些键 然后来的一些键值 Quary查询字不错 Index 所以名称 Comment 翻译到 SRD的查询内容的 注释内容 执行查询 这就是Quary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再来 反过来再来看 SetFilter SetFilter 还有SetLimits SetMatchMode 这是我刚刚跟大家来讲的 SPHMatchAll 以及SPHMatchAny 这两个用的非常非常非常多 这个意思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 L 就是匹配所有查询词 这个Any就是匹配查询词中的任意一个 匹配查询词中的任意一个 比如说你要查这个Math 但是这个还有一个Math学院 那你查这个Math的时候 这个Math学院 它也会跟着出来 这个就是设置全文查询的一个匹配模式 还有这个SetServer 这些中文标记的 我建议大家在课后都用一下 如果说自己公司 在深层次的需求的时候 你再来看其他的一些函数 是否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需求 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需求 这个SetServer 是刚刚跟大家讲的 默认是 这个3312 3312是之前 这个是3312 现在已经申请到9312 9312这个端口 已经到了9312端口 之前是3312默认的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怎样使用这个PSP 来连接SPHMatch客户端 它的两个方式吧 一个编译模块 使用模块 还有一个是这个类文件 这是它的两个方式 然后呢 跟大家再演示了一下 我们怎样使用PSP 来连接SPHMatch客户 我们怎样在这个外部界面 让它展示出我们查询的这个 查询的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可以拿到这个查询结果啊 我们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分析 做一个分析 或者一个展示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本次课程啊 讲的 使用PSP连接 SPHMatch客户进行搜索啊 这是我们本次课程 所讲的主要 所有的内容 好 那希望同学们呢 在课后啊 能够 尽可能的 就是说 能够将这两种方式 都一一做一个练习啊 尤其是第一种方式 这对我们自己去编一些 软件的一个扩展啊 什么的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高 好 那还是 还是那句话啊 希望同学们呢 在课后能够认真真真地 加以练习 多练习 多熟悉 这个程序 这个模块软件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本次课程 所讲的所有的内容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和收看 咱们下期课再见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课程序